哈喽 大家好 我是屏幕啊 目前是嫁接龙眼 现在都可以嫁接立直龙眼 8月9月10月都可以 现在咱们来看一下这个龙眼嫁接的操作情况 一定要露白 但是也不要露太多 这个露的就比较长 可能削这个结穗有点长 就是那个露白了还是有点长 然后后面再绑绑带 绑这个包扎 基本上这包一层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那个结水大概主要是包一层 要我们流抽水汁的话 尽量流水平向外的 如果流中间的话 它就会容易倒成火之后 如果把它剂掉的话 就会砸到旁边的那个结穗涨势 啊 这个是已经成火了 这个是挖庄架之类的 接了两只嘛 两只都火了 啊 等到它的月亮跟那个接穗的 每根蒸木的月亮大概差不多就可以把这个蒸木抽水汁剪掉 啊 然后这边呢是没活就用小支架接 基本上现在叶子也蛮多 也可以把这个抽水汁剂掉了 小支架接的话就是可能存活力没这么好 但是一样是切接啊 大家看一下 敲一点 带一点白就可以了 后面我们对准一边的形成层啊 基本上就可以了 今天咱们就是讲一下这个龙眼价格的情况啊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在下方评论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冰狗 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